为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可疑病例的监测 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今天启动 受访的家庭医生表示 所有程序已到位 不少人则拨电向他们询问医疗津贴的详情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家中小孩和邦庸相继出现呼吸道症状 横叔爷不敢掉以轻心 请假带他们到物落这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求医 想要女儿先病就是伤风感冒 然后现在伤风感冒都会有点担心 然后就是礼拜有带她来看医生 然后昨天我的大女儿也不舒服 所以昨天晚上他们两个都有来 据观察在看医生之前的诊所助理也会为病人测量体温 并强制病人申报旅游记录 虚报可被提控 可能有减少了大概10到20% 原因大概是因为可能现在是因为 大家都恐慌冠状病毒 而且诊所是有很多细菌跟病毒的地方 位于循环路的这一家诊所 则接到了不少有关医疗津贴的询问电话 因为到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勘诊 只需付10元 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则付5元 医生也反映了一些病患会顾虑全年累计病假不得超过14天 要求不避开5天的病假 但要是病患伤风感冒并且发烧 医生一定会给5天的病假 劝他们在好家好好休息 如果疫经检测初步怀疑可能是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病人就会被带到隔离室休息 跟着诊所就会拨电通知卫生部和电照救护车 半个小时内 病人就会被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 做进一步化验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